在台积串中有一个说法是中正 你可以解释一下你们的中正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中正呢总是面向前的 它没有这个侧面 面向前的时候你必须要正 这个正呢还是来源于顶头旋 你顶头旋一做好 你不可能就人就偏在外面 所以呢这个顶头旋是中正的一个基础 我们无视三约旋呢 就是在公布的时候是倾斜的 大约是45度左右 从头顶开始一直到脚跟 它是一根斜线 人家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其他太习权都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清洁的那个武术啊 和其不管中西方的运动都相同的 你看在拳击运动 拳击运动员没有这么 没有这样大的 它都是 不过呢问题就是什么 它不是像 有我们一样有一个45度 这个45度的来源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发力 因为你这个人倾斜 稍微有一个 倾斜一点 有一个45度呢 你的腰部呢 力量很大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拳打出去 并不是用手在打 你手的力量 是有限的 如果你把腰的力量 加到手的力量上去 那就 这个成倍的增长 群方拳击也是靠腰部的力量 你可以用身体和身体一起 你不是说 我的担担手的力量 手的力量 很少 为什么吴时蔡军会有这么样 因为我们外祖父的家里边 他本身就是军队里出来 他是经过打仗的一个考验 他觉得是 比得值得更好 他不是不仅仅是腰的力量 而还有腿的力量 他可以如何的 在一起 在这个链子当中 所以要求学生 一定要公布的时候 一定要 一个 单约是在45度左右的 一个线线 这是我在德国的时候 德国的学生也问这个问题 我说 你问了 提问到 我在中国 倒没有一个学生 来问这个问题 中文字幕提供 我 sag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